你知道谷西最高的健康在哪里吗 四驱美味大集合美食料领域国界 美式做法的宝室阳台 最后有点四川味道和广式的风格 铺上四驱三明大餐点 分炒肉米威美 我们的鲍鱼四驱无限量都会变得了 在保证完了一份之后 接下来在这里你就可以 逃顺上海了 斗嘴早爱帮您生活 大家好我是陈兰 欢迎收看松下电器 陶醉上海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 是大胃王女的最爱 花有限的钱 吃无限量的东西 随便吃随便喝 这就是自助餐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 一看就知道他是自助餐的达人 欢迎周老师 欢迎你 谢谢周老师 我以为你带我吃什么好的东西 自助餐找我呀 这个您还不乐意吗 你可省省吧 我对这个真不行 你看这话 饭量不是很大的 我不信 很可能 首先您是怎么保持您这个身材 数十年如一日 这么 就是一顿也不能少吃 少吃一顿都会瘦的 小吃一顿都会瘦 好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带你 限量的吃 无限量的吃自助餐 那今天我们这个排行榜呢 是根据这个餐厅的环境 以及菜品的种类质量 和这个价格来一起排的 看看上海十家自助餐 到底在哪里 上海十家自助餐厅第十名 好轮哥自助餐厅 这里对于学生朋友来说 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价格便宜量又足 绝对是个聚会聊天的不二选择 上海十家自助餐厅第九名 达加马巴西烤肉 这里绝对是食肉动物们的乐园 面对无限量的各式烤肉 一定能充分满足你吃肉的欲望 上海十家自助餐厅第八名 喜多屋国际海鲜料理 同样对于猫科动物来说 喜多屋里的各式海鲜 也一定能让海鲜迷们快乐满屋 上海十家自助餐厅第七名 金钱豹自助餐厅 位于延西路3162号 金钱豹大酒店一楼的 金钱豹自助餐厅 是上海人几乎家喻户晓的 自助餐厅 光看这里的人气 就知道这里的受欢迎程度了 究其原因 当然是这里丰富的各式菜肴 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各式美味 多达四百余种 从制作精美可口诱人的中式餐点 到秀色可餐的各种精品小点一应俱全 当然还有这里最受欢迎的各种生蒙海鲜和鱼翅鲍鱼 我们的鲍鱼翅是无限量供应给客人的 那么面对这几乎让人挑花眼的各式美味 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首先推荐这里的餐前小点 鹅肝鱼子酱 正宗的法式做法一定能让你胃口大开 开胃之后自然不能错过这里 现切现做新鲜肥美的三温鱼刺身 不过千万要留着胃口哦 因为接下来还有这里最受欢迎的 现场炖制的鱼翅和鲍鱼 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喜欢港式烧辣的朋友 可要注意了 这里的烤乳猪只在每天七点开始供应 因此我们建议这里的最佳用餐时间 是在晚上的六点半左右 既能品尝到最全的菜肴 也能感受到现场的助性表演 这样才对得起238元一味的价格 金钱豹自助餐厅 环境指数三星 价格指数三星半 餐天品质三星半 菜品种类五星 看来那么多的自助餐厅 想到了我小时候吃第一次 吃自助餐的感觉 当时那个感觉 周老师还记得吗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 你不记得我小的时候 您记得您第一次吃自助餐的感受吗 也是 那这个印象特别深 我进去以后呢 情绪不是很好 情绪不是很好 因为刚开始看了很多吃的 我反正就花一份钱嘛 就花一份钱 是不是可以所有的随便吃 我就来进了刚才吃 但是每个菜旁边啊 都写的很大的标识 什么剩了罚钱 什么那很早的时候啊 就在那边 我写的特别 对我有一种 瞧不起我吧 您那么大 我不会乱浪费的吧 这个我们就要讲到 你说这自助餐谁想出来的 我认为在奴隶社会以前 奴隶社会就有了 原始时候 大家就是 无论是大家出去打猎 打猎 打了什么回来以后 都放在一起 大家一起吃 这样吃 这也叫自助餐 是 你包括你说 你说那个云贵一区的 你过节吃的那个长戏 摆里长戏 那应该是自助餐吧 也是 有叫叫盖帮 你说那个起盖过去 我是想说这盖帮 盖帮是不是自助餐 这怎么算自助餐 你张家要个窝头 你家要个鸡腿 放在一起 这就叫自助餐 放在一起以后 大家一起吃 我输给你 那也算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 那些自助餐 都是独立承担位的自助餐 独立自己家开了个店 但现在很多自助餐 特别好吃的自助餐 酒店里面会经常有 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酒店里面的自助餐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上海十家自助餐厅第六名 香会咖啡厅 Aroma香会咖啡厅 位于上海外滩 茂月大酒店的二楼 Aroma是西班牙语芳香的意思 由于经常接待外国朋友 这里飘逸着的 较多的都是中式餐点的 扑鼻香气 而且和其他自助餐厅 不同的是 这里的菜肴 基本都是由厨师 在开放式厨房 现场制作的 当然除了现场烹制的美味之外 这里的甜品 也同样受到顾客的喜爱 不过根据网友们的推荐 这里最受欢迎的 居然是最容易吃饱肚子的东西 第一就是这里的蟹粉小龙 但我们的小龙方呢 就是说用的女王成年呢 都是很新鲜的 包括蟹粉也好 那个猪肉也好 而且呢 我们是当天现做的 小龙做完就从来不会冰冻 第二就是这里的披萨 和其他中式菜肴一样 这里的披萨也是现场制作 如果正好赶上制作 客还可以根据自己口味提出要求 经过一两分钟的烘烤 香气四溢的披萨就新鲜出炉了 不过虽然美味 但千万不要贪嘴哦 吃太多主食可就吃不下其他美味了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 除了咖啡和绿茶之外 这里的酒水饮料都需要另外收费哦 在位于九江路595号的 五项大酒店一楼的豪生咖啡厅里 也同样能够体验到高档的自助餐 五星级的酒店自然拥有五星级的品质 在这里品种丰富的各类海鲜 新鲜可口的日式刺身 以及鲜嫩诱人的各种烤肉 一样都不少 面对这样的美食 陈兰又会怎么选择呢 不一会儿功夫 陈兰已经搞定了她的午餐 这样的搭配到底怎么样呢 到底这个搭配是不是正确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厨师的看法 我们今天找一下那边那个帽子最高的厨师 你好 你好 你看一下 这是我今天配的这顿午餐 你觉得这个配的是不是很地道呢 你很会跳 有没有把你们家特色菜挑出来 有的有的有的 我一看就在这里是那个中东那个小米和羊肉 里面有薄荷的 很会跳的 那个羊排 那个印度烤羊排 我们先用那个制制那个酸奶 先腌很长时间然后再烤 就在陈兰得意洋洋的享受她的美食时 我们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就是这里的食客们 除了年轻人和羊面孔之外 居然还能看到不少阿姨妈妈的身影 这五星级酒店的消费 他们是否能够承受呢 我们吃不到像一个礼拜来两套了 像道理就来了 像道理就来了 有空就来了 我们这是四个本书 就是刚才等于呢 我在一直红色米 三面一 抽好的 抽好的 所以像我们今天六个人 就米它两个 太合算了 这酸奶就一百十五块多一点 爱吃啥就吃啥 阿姨妈妈们果然精明 原价将近一百七十元的午餐 经过三免一后 平均每人只要一百出头 就可以享受高档的五星级次主餐了 难怪这里的人气那么旺 经过了解 这里无需办理任何会员 只要是三人同行 就可享受一人免单的优惠 而且还包含免费的雪碧可乐 甚至咖啡哦 五星级酒店里 这里的价格绝对可以算得上清明的了 古像豪生咖啡厅 环境指数三星半 价格指数四星 餐店品质四星半 菜品种类三星 上海十佳自助餐厅第四名 乐园西餐厅 众所周知 浦东最高的建筑 当然就是环球金融中心 那你知道浦西最高的建筑在哪里吗 南京东路789号的世贸皇家爱美酒店 可是浦西最高的建筑 而位居我们排行榜第四的乐园西餐厅 就在这里的十一楼 凭借着优雅的就餐环境 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使得这里成为了许多国内外客人 聚会宴请的首选 既然身为五星级酒店 这里的美味自然不可小事 无论是西点甜品 还是海鲜四身 这里的餐点 每一样几乎都可以算得上是 精心准备的了 在浦西的最高点 当然要请到这边的高原 这里的行政总厨 Mr. Cameron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Good evening Your food looks so well Can you introduce for it? Of course We have a very wide selection of seafood on offer On our buffet sushi Sashimi Fresh crab legs Scallops A very large selection of imported seafood 入夜 这里的氛围就变得更加迷人 灯光照亮的绿树和桌上的点点烛 使得这里的旧餐环境更加舒适 而晚上餐点的种类也更加丰富 透过落地窗户 还能感受到夜上海的魅力 海鲜 主食 甜品 还有冰淇淋 以及这杯仓库的香濃咖啡 在饱餐完了一顿之后 接下来在这里 你就可以陶醉上海了 乐园西餐厅 环境指数四星 价格指数三星 三年品质四星半 菜品种类四星 上海十家自主餐厅第三名 锦茂军月咖啡厅 经贸大厦54层的军月咖啡厅 可以说是上海景观最好的自主餐厅了 在这里可以一边享用高档的美食 还能进来浦江美景 自然容得我们排行榜的第三位 经贸军月咖啡厅 环境指数四星半 价格指数三星 三年品质四星半 菜品种类四星 您还别说 这些环境真的比前面要好太多了 那现在这样吃自主餐的话 我会觉得招待朋友会特别好 因为你不知道他爱吃哪国菜 那什么都有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有的时候重口难调 请人吃饭的话 你肯定要投其所好 自主餐是个非常好非常好厌情朋友的 但如果说你不太 就像人家说你不想出国 你想看怎么办去吃博会 那你不想出国又想吃全世界各地的菜 怎么办 你去吃自主餐 自主餐 算是地球村了那边 地球村 再一个呢 吃自主餐有个好处 它不用语言 个别的菜是全世界一样的 比如说豆腐 对 豆腐你到日本去吃 日本说豆腐 是 到英国也是豆腐 这全是豆腐 但这样菜太少了 那其他菜 你说麻辣豆腐 它完了 或者它翻译不了了 所以你语言没有办法沟通 我明白了 这不用语言 不用闻着点菜 是吧 只要看就行了 完了你吃完了 你不认识麻辣豆腐 然后你吃完了麻辣豆腐 你也不知道你吃过麻辣豆腐 说到这里 我们要说一个 这个吃自主餐 网上人家守公寓 我给你读解 特别牛 说首先只吃贵的 咱们不吃对的 第二熟悉地形 其他什么肺啊虾啊蟹啊 生鱼片贵的东西都放在哪里 你要清除 另外呢 中途多去测果 及时排便 这个腾出空间 然后还有天下无敌的 健胃消食品 这太复杂了 这吃一顿自主餐 好家伙 这跟打架似的 人家有吃过成本呢 吃过成本也很方便的 有没有说几个冰激凌 就可以吃过成本 然后走到哪里 先进去先转一转 真正的攻略开始了 都一圈 都一圈看看 它都有什么 都有什么 冷的热的凉的 生的就看好以后 然后躲悠悠的 拿个盘子 躲悠悠的 有生的吃到熟的 有凉的吃到热的 有道理 但是基本上我吃完生的 就什么也吃不下了 那你没有计划 这计划赶不上变怀 有 所以说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继续往后面看看 上海十大自主餐厅 还有哪些 上海十家自主餐厅第二名 威斯汀舞台餐厅 今天荣等我们十家自主餐厅 排行榜榜榜眼的就是 河南中路88号 威斯汀大饭店一楼的 威斯汀舞台餐厅 在这里 最受网友食客们青睐的 就是这里优质新鲜的上等海鲜 无论是海鲜还是刺身 无不选取的都是优质上等的 进口食材 我是这里的常客 这里的海鲜 我要特别介绍 它是什么的 它那个是很新鲜 我们吃的生蚝 在有些地方 那个生蚝一抖就掉下来了 它是放上去的 它那个可是连根生在上面 所谓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想知道食材是否真的新鲜 当然要去后厨 探探探蜜 很多人来吃自助餐 都是会盯着海鲜吃 那海鲜是不是新鲜呢 这很重要 我们来问一下大厨 我们这里的自助餐 菜的品种很多 主要呢 我们是主打的海鲜啊 三文鱼啊 然后我们的螃蟹 现场加工 现杀现做 这样的操作方式 自然能保证 呈现给食客们的 都是最新鲜的美味啦 温馨的钢琴 和铲铲的流水 你是否感受到 这里的浪漫了呢 当然 除了优质的海鲜 和优美的环境之外 这里的甜品 也是被食客们 评为不可错过的美味 那这个都会远 会远 因为这个车祸的时候 车子的日常还提到 好像 过着鬼就最高的地方 别个地方车祸 都过着魔经过去 吃了 别人呢 这个车祸 不太远提及了 不太远提及了 有一次我就是 把这里所有的甜点 都各拿一份到桌子上 发现这一张桌子 都放满了 吃完了吗 呃 在我老妈的帮助下吃完 哈哈哈 谢谢 千万不要以为 这里的特色仅限于此 除了传统的自助餐模式外 还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 进行量身定制 一般自助餐呢 我们都会吃一些 现成的东西 但是在威斯汀 你可以定制一些美食 所以说今天 我们就要来为难一下 这里的厨师 你好 呃 我可以定制一些食物是吧 呃 那我就要 我要 美式做法的法式羊排 最后有点四川味道 和广西的风格 帮我又能复一吧 美女 你也太难为人了吧 可以 哦 那你给我做一份感 你先告诉我 你会怎么做 呃 帮您封城三块羊排 第一块就是用您 喜欢的法式口味 就加盐和胡椒 第二种用美式口味 用我们的蒙特利香料 第三种是 您喜欢四川口味 帮您放 呃 辣椒 呃 花椒和香料 啊 我怎么有一种 被饿倒的感觉呢 那看一下 它会怎么做吧 陈兰的要求可不低 不过看这位小哥认真的样子就知道 这里的服务还真是不赖 遇上这样的厨师 你一定会胃口大开吧 再来说一下这里的消费 在这里享用一顿晚餐的价格在三百三十元左右 如果办理会员卡的话 就可享受二至二十人免一人的优惠 因此我们建议这里的最佳就餐人数为两人 可以享受到对折的优惠 因此比较适合情侣们来自就餐 威斯汀舞台餐厅 环境指数五星 价格指数三星 餐年品质五星 菜品种类四星 上海十佳自助餐厅第一名 香格里拉一咖啡 香格里拉一咖啡 环境指数五星 价格指数三星 餐年品质五星 菜品种类五星 刚刚来今天的节目 我相信如果下一次你要胡吃还喝的话 一定心里有个谱了 那么也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周老师要是下次您去吃这个 才一定带上我 有气派有魄力 谢谢周老师 也感谢各位电视之前的观众 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节目 还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话 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和哭嘎嘎网站 来和我们一起嘎嘎CM 今天节目就这样 下次同一天不见不见 拜拜 听到达东东 我理想最差别 最正宗的老上海本包味道 完全是按照老的传统做法来说 先进的科技音效系统 这就是这儿高科技的体现 最艺术的美食享受 素材也是一种的艺术 70年代的怀旧餐厅 可爱的卡通环境 本期节目带你走进 户上十大主题餐厅 让吃饭变得趣味十足 您现在收看的是 陈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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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